祝福快乐 转眼前 我们的分别已过了半年 还记得分手的那一天吗 你的表情 你的表情那么不舍 不舍 你 你满 你满不了我 你从没有伤害过我 如果不得不伤害 一定是出于 更深的善意 这段时间 你究竟在干什么呢 明天会有你的邮件吗 祝你平安 永远 爱你的小球 中间少了一段 这个 有很多生词 我 Renee 帮我请一个中文老师吧 真的假的 我可以教你 你的发音 变得好多了 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照片吧 你没听她说你 你没听她说你 能跟她说什么 说我快死了 我跟她 就好像一个在地平衔的这一边 一个在地平衔的那一边 嘿 李川 别说了 要不 我会写你 我的中文情书没问题 不必了 但是 你不认为她每天都给你写信 但是你一个都不会 有点无情 再过一段时间 她就不会再想 过多久 半年了她 一天一封信 我觉得 最起码会一个吧 我已经经历过 三位 亲人的意外死亡 我爸爸 我妈妈 还有男人 他们生前都很疼我 所以 他们死去跟那段时间 嘿 我明白 我不想让她经历这一切 更不想让她为我伤心 我明白 你真的病得不轻 在这里 社长 来了 最后一篇稿子 好 现在我可是连本带息地还清了 下一次的话 你得付我工钱了 都说不用还了 你保证毕业之后 进九通就行了 钱是要还的 毕业之后我也会进九通 你帮我 我也要帮你 够一起 我就喜欢你这种风格 我的借条下子你得拿来 我有 你还真拿 你给我的 听静雯说你喜欢来这里 这边很宽阔也很安静 没有人打扰 还能看到江呢 你喜欢吗 当然 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一起到这里来 坐一坐 晚上有没有空 我请你吃饭 我坚持 好吧 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要干扁牛肉 还有毛血旺 好的 这么多肉 不吃点菜吗 我是肉食动物 就全真七素吧 这是三样两碗饭 谢谢 好的 全真七素 是这家的招牌菜 其中的烤茄子特别好吃 听他们说 你是素食主义者 不过看你的个头 好像不太像 素食跟环保是息息相关的 你知道吗 在养殖场里面 每生产一斤牛肉 就要种植十六斤的大豆 还有穀物啊 那既然这样 我们直接吃大豆不就行了吗 这样不是可以节省生产牛肉 浪费掉的人工跟包装 为环境保护做点贡献 不是吗 那直接吃大豆 会不会营养不良啊 植物可以提供 我们所需要的任何养分啊 小舍长 既然你是素食主义者 那你是怎样 爬上食物链的最顶端呢 我听静雯说 你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啊 精神上的 你不爱看电视吗 因为我觉得电视是 另一种形式上的垃圾邮件 精品 我喜欢听你说话 嗯 哈哈哈